在东南亚越南一年能挣一个亿的人民币的 是做什么生意的 昨天我拍了个视频 火了 好多粉丝给我留言 我说越南经济这两年还是很好的 但是在越南做生意现在很卷 我给大家举了几个例子 就是说Uber生意的 不用投资的 年入百万的生意 然后我还跟大家说了一些在国外国内创业的方法 很多粉丝说我说 对啊给我点赞了 这个都是我说的好 没有几个骂我 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我再给大家录个视频 因为很多人粉丝跟我留言 说的 小哥你一定要再出一期视频 你要详细的说一下下个风口是啥 你这么飘了吗 要我说下一个风口 你问我风口是啥 我又不是什么经济学家 我这小学文化的 我怎么都说得出来 这些什么经济学家说什么AI 什么人工智能是什么下个风口 跟我们普通老百姓 一点关系都没有 普通老百姓能逆袭的就在下一个风口 是我说的 你就替我催吧 下一个风口就是农业 我觉得下一个风口一定是农业 以后农民的好日子到了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吗 从哪个方面这么说 以后农业要腾飞了 现在我们国家吧 已经孤入老年化 在农村种地的人 基本都是六零后 七零后这代人 他们已经年纪大了 身体干不动了 老人家现在越来越少了 然后呢 没人回去种地 现在农村的年轻人呢 都跑到城里来打工来了 然后送快递了 做外卖了 然后做网红了 都干这个了 如果都这样 大家都不种地了 那我们吃什么呢 喝什么呢 对不对 那肉了 水果 蔬菜 包括大米 白面 全都积极化 都能种好吗 这不可能的嘛 我这样说 大家应该能理解吧 以后菜价肯定会上涨的 如果菜价上涨了 其实是不好的 你知道 国家一定会控制这个菜价 不能让它太上涨 农产品嘛 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利益 它不像什么住房 这些的 我没有房子 我可以去租 但是你每天都要吃饭的 这属于刚需 国家呢 一定会把控啊 这些价格 不能让农产品的价格 过度上涨 又不能不让农民挣钱 农民不挣钱 谁来种地啊 对不对 所以说一定会加大 对农民的补助 给他们补地 你种一亩地 补它多少钱 一定要补的 很多粉丝会说 你就是个主播 哎呀 你懂啥 你又不是什么专家 经济学家 你可是下属 我是主播 我从主播的角度来说 好不好 现在我们平台啊 给我们发消息 他说什么 只要你拍视频 是农村记录生活的 农村美食的 农村风景的 以农村为题材的 都给你流量 你看看那些农村大网红 几千万粉丝的都有 包括在海外的博主 在农村盖房的 他都给农村的流量 城里没有流量 平台都扶持你了 线上的直播平台 都发这种消息 都让我们主播 多拍农村的作品 肯定是收到上面消息了 对不对 这个方向没有错的 我是做直播的 我懂 哪里来的流量 我明白 哪里来流量啊 他鼓励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他让你做的 他给你流量 所以说未来两年呢 农业一定是个大举子 而且呢 一定是个好的风口 只要你是农村人 你家里有地 你可能以后要翻身 如果我是你 我现在在农村 就是拿土地去租 租来土地给那养殖 做的国家给补租 然后你吃个手机 没还是直播 卖农产品 线上卖农产品 线下种地 肯定能发财 在东南亚越南也是一样 之前呢 在越南呢 挣到钱呢 很多人都是做农产品生意的 在越南呢 收农产品 然后回国卖 我们国内要有很大的农产品缺口 包括海鲜 包括水果 这些蔬菜 包括那个小辣椒 我这样说 你们可能不相信 我接下来给大家放个视频 大家不要划走 给我留个关注 点个赞 我把三年前的视频 给你们发出来看一看 好不好 我三年前拍的段子 我现在发出来 还一样火 仔细思考一下 我刚才说的话 今天我来到这边 做水果的老板家里 三万平方的仓库 够大吧 在这边做水果龙头 这个大哥自己盖了个别墅 在仓库里面 看看外面 一会儿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别墅 他自己在仓库里盖 养了很多鸟 还有猴子 这是在这个仓库里面 搞了一个花园 这个太漂亮了 养了八个 是不是 这个八个会说话吗 搭了个新宫 请问一扬 来上楼把鞋脱了 越南这边都是这样的 我要脱鞋 脱脱脱脱脱 我都脱了 脱鞋舒服一点 哎呀 我跟你说 这个穿皮鞋很热的 哇 你这里多少平方啊 一两千个平方 哎呦我的妈 这么多少房间的 二楼 二楼 你还占了个扫鞋房啊 哎呦 你这个私人会所吗 哎呦 天呐 太嚣张了 太残忍 还没坐好吗 自己是装了个电梯 二楼也没有多高 你还抓个电梯 看啥的呀 看看他有什么 珍藏的啊 给大家看一看 不用 这么多棋石啊 老板是福建人啊 福建人很喜欢玩文玩 哎呦 这个 非常的 气派啊 这个 这个什么东西的都是 我不太懂啊 哎呦我的妈 核四壁啊 这是 自己玩的 他不卖 这什么东西 这是 玉的 这个什么玩意儿 装茶的 装茶的 茶罐的 哎呦我的妈 茶罐的怎么这么够 嗯 我这属于那个刘姥姥近寸的 我这是参观你这个博物馆的 我这个 在那时候我没有见过啊 真的没有见过啊 我这个人的那个比较土 啊 这个实力绝对熊啊 这个 老陪总 这个怎么样 这个 太夸张了 百分之三十 这是在藏库里面 这不是他家 这不是他家 那佛堂啊 哇 老板的观音像 佛堂在这里 哎呀 太气派了啊 这三十里话 啊 这边还有个会客厅 书房 看个老板的卧室 上你房间看一看 行不行啊 参观一下你房间啊 给我粉丝看一看啊 这快的啊 还没装修呢 你这还没装修呢 老大呀 你要装修会得啥样啊 哎呦 太监狱了 这还没装修 这就是越南喜欢欧室 我们喜欢中室 这是你 这是你卧室啊 哎呦 这个大床 两米多的大床 两米四十里 哎 这个装修很豪华 全包了 这墙壁 这个灯还没搞好 它墙上路底是金箔 金箔的啊 太猛了 这个 把灯打开了 这是一个大会客厅啊 一进一进门 刚刚搬进来啊 这边很多很多话 你这个当会所可以了 这房子在国内要多少钱 刚才给我老婆看了 我老婆说 你啥时候能挣了这么多钱 能买这样的房子 我说这辈子怎么够家 哎呦 两个装东西带你去加点孔雀 养孔雀了 我整个 整个头衣 孔雀跟凤 这是我们 孔雀跟凤 凤凤 凤凤 哎呀呀呀 养了这么多井里啊 我太威武了老大 行不行啊 这块的 哎呦 呃现在放假了 五一一了啊 看孔雀快得开顶啊 这个仓库有三万多厅吧 那个 给大家看一看啊 哎呦 这还猴的啊 猴的 它在蹦来蹦去 一块木 我们湖店呢 还是新风险 新风险 福建老板 实力凶啊 在越南很多福建人 啊 楼上还有啊 哎呦 那边 那边还养了 养了东西啊 楼上放了 咦 那那那那边一直啊 这里一直 做水果的老板啊 实力很雄厚的 因为这个资金流要很大的 不是一点点 也就是说来一百万的话 来越南倒灯水果 可能做不了 老板这边还有个后华园 一会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啊 这边农村呢 在农村不知道去哪里玩啊 他这个二楼准备洗脏的啊 台球啊 电影院都搞了 自己玩 太奢侈了啊 这边一排全都是水果的冷库 然后呢 这老板在外面开了个加油站啊 这个是火龙果的内袋厂是吧 对 内袋厂 我们自己生产 自己生产 自己做产业链的 老板啊 做波罗蜜 火龙果 这些水果他都做 我们现在也是整个 全部都积极 规模最大的内袋厂 是整个越南规模最大的内袋厂是吧 哎呦 这个贵方可真大 这里边我多大空间呢 变了 这个地 你刚才说什么 这个地都是我们自己买的 这个地是你自己买的 后华园停车场 多少贵他在这里停 我的停车场 后华园 哎呦 你的停车场啊 哎呦 你这么多 还有个后华园 哎呦 大哥 你这个 你这个 这个 这个太威武了 这个 后边这个 哇 这个风水 风水石 风水石啊 哎呦 我天 你有这么多货柜啊 什么叫实力啊 这就叫实力 老板来这里七八年 就做成这样 哎呦 天呐 老板这个后华园怎么样 陈总啊 这个 太漂亮了 这个 你点这些小公园嘛 你这个 这晚上玩 晚上你这个 自己在这里的搞个花园 自己玩的 啊 还整个亮 整个亮个椅子 哇 太会享受了 啊 杨桃树是吧 我 不一样是吧 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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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了 那个种树花 是我的会所 你看 我一下都建好了 哦呦 种树花 养鱼 养鱼 后面 开会所 开会所啊 那边做一个酒窖 八十平凡 已经做好了 做了个酒窖是吧 那边 他这个后华园 九十多亩 这个是你自己 种花养鱼啊 你应该跟这个 李超人合作一下啊 这个啊 如果说他缺地的话 你给他点 这是红酒啊 这里啊 下去看一下 来咱们 我看一下 老大说的 他现在不做了都够用了 吃几辈子都够用了 但是他还想努力啊 因为他有很多兄弟跟着他 跟着我们打拼 我们不能把人家抛掉 知道吗 因为有很多人跟他一起过来 然后呢 他继续要努力在这里 老板可以现在甩手不干 都可以 甩手不干就把跟着我们兄弟 新卖行呢 现在卖掉大把钱 大把了 到时候其他人怎么办 人家跟着我们这么多年 又没有一记之长 人家做什么 对对对 我现在回胡志明了 刚才在老板家里泡杯茶 很有感想 参观这个房子之后呢 我在想啊 越南这几年了 发展很快 你们说越南穷 一点都不穷 以后呢 在越南可能发展了更好 感谢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啊 很真实的越南生 你就看我的视频吧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